三月份以来,广大市民朋友以高度的自觉和自律,权力的支持配合我们的防控工作。 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,发出的呼声,我们感同声色。 很多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,离开大家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。 我们一定尽全力改进。 当看到广大市民朋友和一线的防疫人员不分昼夜的坚守,我们非常感动。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,克服困难,权力的支持和配合。 感谢广大的医务人员,捷控人员,城市运行的保障人员,公安干警,社区工作者,志愿者等等。 联系奋战,坚定守护着这座城市和我们的家园。 还有各兄弟省市部队和全国人民,在我们最困难,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伸出援助之手。 这份情意,令我们深深感激,我们铭记在心。 疫情防控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,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松劲。 我们继续要少流动,严管控,以最快的湿度阻断疫情的传播,实现社会面的动态清零。 我们坚信,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。 坚持就是胜利,坚持就能胜利。 谢谢大家。